是西班牙籍的男子奥纳德 他呢在意大利啊是涉及了汽车的诈骗案 有一千多人受害 不罚所得是超过了有十亿元 所以被国际刑警发布了是红色通报 躲在台湾长达了五年的时间 而在十八号他被移民署强制驱逐出境 但是啊因为他国际通信犯的身份 所以呢是被新加坡这边拒绝入境的 那随后又被遣返回到台湾 而在这过程当中 虽然他是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申请定战时状态假处分 但是昨天呢因为程序上的违物 所以遭到驳回 今天呢深夜是第二度被驱逐出境 那次搭网飞向了欧洲的班机 那就算针对这个限制自由的提审过关了 但也是于事无补 飞机一落地就不断讲电话 西班牙籍男子奥纳德前一天 被台湾强制驱逐出境 重回台湾一样不得 其门而入 疑似急着和律师商讨对策 但还是二度被赶出国门 在意大利翻下十亿诈骗案 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 奥纳德躲在台湾五年 带着七小开了四间公司 摇身一变像是成功伤人 台湾被执意包庇国际通缉犯 十八号移民署决定将他驱逐出境 但人送到新加坡却被拒绝入境 奥纳德申请定战时状态假处分 又遭到北高型驳回 只能再非欧盟国家 之前申请提选也无济于事 移民署表示台湾对诈欺凌容忍 国际红色通报明显危害国家安全 驻外单位和欧盟司法机关 决定要在最快的时间 将人遣送欧盟国家 再决定是不是转交西班牙 但西班牙和尚没有跟新加坡讲好 但送到那边被拒绝 大家也都一参业 这之前没有发生过 但其实没有差 因为这不可能让他留在台湾 疑似因为沟通问题 发生我国首次驱逐出境 结果被退货的状况 但因为奥纳德的拘留证 已经被移民署注销 二度被驱逐出境 如果他回到西班牙 接受法律制裁 就算台湾的官司打赢了 恐怕也没用 华氏新闻黄佩华林志传 台北报道 哈喽 我是郑雅芳 想要场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